全无禅最新4月赛程出炉,去西安给小禅加油吧! 这是东京奥运的最好热身。 巴黎奥运会的脚步近了,今年7月26日,巴黎奥运会就将开幕。 原本四年一届的奥运会,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, 这也让本次的周期缩短到三年了。 三年前,全无禅那场超级青涩的面庞, 爱吃辣条的小可爱形象还在昨天一般。 如今,全无禅已经从东京到巴黎开始冲刺备战了。 大约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左右, 2024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4月19日到4月21日在西安举行。 这就是全无禅4月最重要的赛事, 也是巴黎奥运会前一次非常重要的热身准备。 来看看全无禅的赛事赛程。 4月19日上午,女子双人失眠跳台决赛, 下午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, 混合团体决赛, 4月20日上午,女子三米跳板预赛, 下午是女子三米跳板决赛, 4月21日上午,女子失眠跳台预赛, 下午女子失眠跳台决赛。 时间节奏对于全红禅来说是真的快。 2007年出生的小禅, 2021年首次参加奥运会, 她才14岁。 要知道,郭晶晶首次参加奥运会是15岁, 第一次亮相奥运会, 全红禅拿了好多满分, 一块奥运金牌让郭晶晶超级羡慕和欣慰。 冬季奥运会之后的一个月, 马上就是全运会, 14届全运会就在西安举办。 是的, 这一次全红禅重返福地比赛。 2021年9月, 全红禅在全运会上连拿跳水女单十米台金牌, 跳水女子团体金牌。 这一次, 我们且看小禅在西安再创佳迹。 奥运会施锦赛世界杯, 押运会冠军大满贯了。 现在再给全红禅加油, 新的跳水世界杯, 新一届的奥运会更多金牌等着全红禅去冲击, 今年她才17岁啊。 在红姐努力集训的同时, 恰逢这几天清明假期, 全红禅老家湛江也开始忙碌了起来。 全红禅的家族在这几天集结祭拜祖先, 人数多大上千人, 声势浩大, 而红姐在这次祭拜活动中可谓得到了最高礼遇。 从全红禅老乡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来看, 当天全世家族浩浩荡荡上千人在老家集合, 当天家族的人还特意制作了全红禅的横幅, 为红姐巴黎奥运会加油打气。 要知道,当天的横幅全部都是提及先辈的, 只有一条是专门为全红禅定制的, 从这点足以看得出来她在家族中的地位。 毫无疑问, 全红禅如今不仅仅是家里的骄傲, 更是全村整个全世族谱的骄傲。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整个家族, 这颗心改捧。 凡是为国家争了光做了贡献的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礼遇, 这样才能激发向上的动力。 全红禅为国争光, 全世家族自然是全体占光。 中国人讲笑, 全红禅为国争光, 为家族争光, 为父母争光, 为全世扬名贤祖值得祝贺。 当然, 全红禅的父母更应助喜。 在网上看到全红禅父母观看全红禅比赛获奖的表情, 欢呼相互击掌的画面很感动。 尤其是其父拒绝社会企业对其家庭慰问金, 不愿消费女儿的荣誉, 真该给一个大大的赞。 从一个穷孩子到如今的奥运冠军, 全红禅这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容易, 中间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知道。 全红禅可以走到现在, 除了家人的支持之外, 和她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 和她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